他在對的是中國的龐衛國 在看第三場賽事 雙方面打成2比2平手 當時就是進行三個成員的比賽 分別在三張桌子進行比賽 其實其餘兩張桌子已經打完了 財叔 沒錯 其實今天的戰況很激烈 陳國明首先以0比3輸給中國的金龍 至於馮國威爆冷以3比1 贏了中國的桌頭神童丁俊輝 變成了壓力落在香港的富家駿身上 今陣子就視乎這一盤的結果 是否有了 富家駿打一波 黑波 小心紅波 很危險 這些波分分鐘很容易把紅波踢到中架 現在是開局正確的 富家駿打了個阿虎 送了4分給龐衛國 打球的位置就是富家駿 有個尾袋可以推前調整個黑波 很漂亮 當然在這些情況之下 就會留一點點位置 希望將紅波逐一點帶出來 盡量爭取一個稍微高分一點點的分數 希望打擊對方 很好 這幾波打下去有一點點擊力的 我可以看到白波走得很不順地走出來 應該是想把兩個駱駛彈出來 調成中架的紅波 誰不知白波是黏在哪裡 財叔不時聽到旁邊的掌聲 就是來自隔離的另外兩場比賽 其實隔離的兩場比賽就打完了 現在看到隔離的小桌子 是在比賽中的 打的是Free Cushion Cannon 另外一個比賽 藍色衣服後面的就是在打比賽 其實是打小桌子 是的 大會應該像Bandball一樣 就是隔離一些板 互相隔離比較好 看不到對方打球 應該是這樣比較好 推下去就隔離藍球 沒問題 還有一個推彈 尾袋應該有了 當然有經驗的球員 在這些情況之下 應該全部都閱讀在桌子上的環境 把白波留在哪裡是最有利的 好球 Stunner 慢慢打 大家都聽到廣東話 其實不是我們說的 其實現場的氣氛極之緊張 因為這盤是決勝局 叫它慢慢打 是的 其實簡單來說 這一局現在這一盤 誰贏呢 就是知道中國或是中國香港贏的 是的 沒錯 Stunner出來 留在斜位 看看可不可以把紅波帶出來 我們簡單地交代一下 就是剛才才所說到 旁邊也有其他賽球比賽 其實這次亞運除了是 鷹色的賽球 還有尾色的賽球 也有花式的 除了鷹色的賽球 沒錯 還有尾色的賽球 還有法式的Canon 就是我們所說的 Free Cushion Canon 打四個球 那些都頗難理解的 以後就等你教教我們 好的 這個球很漂亮 把紅波稍微打散一點 可以調到尾袋 這些情形很棒 叫球證抹一抹球好一點 因為兩個球距離那麼近 動這支Q很容易有卡 沒問題 推下去尾袋也調到黑球 在這個情況下要打黑球抹球 要打黑球抹球 然後打了這麼多Q 都要抹一抹球 就要打黑球 黑球 再一個是輕輕的top stun 把球彈出來 照樣看起來應該沒什麼機會 但是可能附加進應該看到有些Combination 就是兩個球在一起的Disk Shot 沒錯 正在量度位 然後打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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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個階段 附加進這邊打了45度 然後打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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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中袋有沒有 如果打黑球 就簡單了 把球就這樣推下去 似乎這Q球球 附加進不是教得那麼理想 那球可能很短短 所以他就要再觀察桌面上的形勢 究竟在哪裏打是較為有利 其實中國的進級過程 其實都是挺艱辛的 首先是贏了印度 接著就贏了泰國 再贏了巴基斯坦 而進入決賽 就是對中國、香港的 可以看到 四個、三個亞洲的桌球強國 就是被中國淘汰了 是 相比香港的路好走很多 好走 只不過是打文萊和馬來西亞 看怎麼搞 扯退後 好可惜 想扯退後一條龜 把紅球逼散 但是好可惜打實了黑球 打了45度 又來了 兩天前來看這個出球比賽 Marco你差一點點拿銀牌 但現在終於拿金牌了 心情怎麼樣 挺興奮 因為最後這球 2比2的時候 誰贏這球就可以拿金牌 壓力都相當大 都很開心可以承受到 而且把握了幾個機會 贏了這場球 真的很開心可以贏到金牌 其實你幾位球手都變得出色 如同國威 其實你對丁俊輝的場 都很緊張 其實當時你打的時候 你覺得最關鍵是哪一刻 都很緊張 圖兩盆 然後最後一盆的拼 都會有很多壓力 不過我都贏了 到了 郭明 其實雖然今場的球 你就輸了 但是不要緊 因為你拿金牌 我記得你上屆 就是九八亞運會的時候 跟著你打單打你是拿銅牌的 那接下來的單打有沒有信心 一定有 因為這次來之前 已經是想著這兩個項目 一定是拿銅牌 自己對自己有信心 狀態不錯 那其實今天我自己覺得輸的原因是 因為你的賽制是短途 那兩盤球 我是有機會贏二變輸二給人 之後被對手帶來了之後 那我也怕隊友會受到壓力 那第三盤我自己也儘量拖馬自走 希望令隊友放鬆一點 好,那接著問你們一個 其中一個幕後攻勢 他跟你們打碟一石 我看到他又遞水 又提醒你三隻,一隻吃 那這個工作呢 其實你做呢,你覺得怎樣 其實我都是… 本來我們都是一隊香港隊 桌球隊 那我三位隊友在那裡比賽的時候 我在旁邊盡量做一些提點的工作 譬如他們喝東西 還有留意他們比賽的時候 那個動作、節奏 有沒有出現在什麼問題裡面 變成他們走出來的時候 或者洗手間洗臉的時候 變成我們提點到他們說 留意一下你剛才有什麼毛病 犯錯 那幸好他們三個隊員 都做得回他們做的事 所以我們是贏金牌 果然是隊友,大家幾合作了 金牌、金牌、金牌 其實他昨天都拿了一個雙打銀牌 好,Tony 其實我見到Marco 你這場球很關鍵 因為一人贏一場 然後你二比二 其實你有機會三比一的 那時候問題出在哪裡呢 其實今天由頭到尾都不可以發揮到 自己應該有的水準 有一點失望 因為其實在最近這幾場球 都打得不錯 但今天完全無法發揮 但是我對手就更加緊張 所以我就把握了幾個機會 可以贏到這場球 那我想成績是最重要的 就是無論能否發揮到 如果贏的話就是好事 那希望可以繼續下去 明天可以做好一點 那現在個人賽 還有一個機會 你們兩位有機會拿到一面金牌 其實就已經很厲害了 四個同一個代表裡面 個個都有獎牌拿 所以你們單人賽可以繼續努力 因為肯定是這次香港隊 其中一隊很重要的功臣 那單人賽你怎麼看 明天會挺難打 因為我想如果一路贏的話 可能會打四場球 那今晚頒獎可能會 休息時間可能會這麼多 那明天會很累 所以可能要打法會改一點點 就是不會那麼進取 可能會保守一點點 港隊派出附加進 陳國明以及馮國威 在團體決賽 面對著中國的龐衛國 金龍和只得十五歲的丁俊輝 團體賽是以一對一的形式 分台進行 其實雙方在亞運集訓的時候 都碰過頭 對對方的打法都有一定的形式 陳國明先以局數0比3 輸了給金龍 但是首次參加亞運的馮國威 一點都沒有協場 以局數3比1擊敗丁俊輝 雙方打成長數1比1平手 關鍵的一分就落在附加進身上 他和龐衛國爭持激烈 兩位球手梅花間足各贏一局 打成2比2平手 到決勝的第五局 附加進表現穩定 結果輕鬆贏了 為港隊得到寶貴的一分 長數贏2比1成功為免 也是香港今屆首面金牌 附加進在賽後說 這面金牌證明到香港 籌球隊在亞洲的地位 其實對手比我更加緊張 所以我才可以贏到這場球 其實我自己不是十分滿意 這場球的表現 但是很開心可以贏到這個金牌 證明了香港其實是 在亞洲來說 籌球是一個強國 很開心可以做到 馮國威說自己的壓力都很大 始終團體是為了自己 是為了個團隊 壓力會大一點 在賽後 還由來自香港的 亞奧理事會副會長 霍鎮庭班長 這一面也是 傅加進今屆第二面獎牌 中文字幕 允許 中文字幕 石川